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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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言到 香港的个个都是看楼专家 有什么奇迹二屋我们未见过 但今次这个位于英国百名汉的新楼图籍 就连个诚实地产仔看了过万张图籍 都未见过这个设计 黑刺大家见得多 有浴室堡就行 黑房现在其实在英国 甚至欧美澳洲都越来越多 原因是发展商可以弹性画跡 面积可以大过studio 但价钱又一定会比传统有窗的一房便宜 很多首次买家都会选择这款商车 所以它存在一定的需求 令到这种职越开越多 慢慢都会变成世界的主流 就算两房单位 都可以选一间房是有窗 一间房是没有窗 都是一样这么好 不过今次最厉害的不是黑房 黑刺那么简单 是黑房 黑刺 黑厅 全房都没有窗 哈哈哈 地牢就说预了 但这个单位是一楼的 是不是很神奇呢 这个项目是位于英国百名漢 是一个改建项目 前身是过百年历史的二级保护文物 因为旁边和后面都黏着另外两座建筑物 而前面就画了给另一个单位 所以整个单位都是没有窗 真是够夸张 不过其实住楼都已经是世界潮流 很多香港人都会有个错觉 以为鬼佬只是会住前后花圆的房子 但是住宅大楼这件事记住 不是香港人发明的 是鬼佬想出来的嘛 地就只有这么多 哪有这么多房子住呢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根据WriteMove 2021年12月的数据显示 城市市区的楼有回涌的迹象 随着较弱的变种病毒Omicron的出现 整个英国都已经重新开放 而工作模式已经转变为较弹性的Hybrid Mode 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每天都Work from home 很多打工仔都已经回到office上班 Pandemic其实已经到了尾声 十大城市市区的Flat需求大大急升 在2021年年底 英国Flat的楼价按年升幅达到10.8% 而独立的也只是6.6% 而随着印花税假期的完结 购买贵价的house代表着要缴付更高的印花税 令到投资者的目光转移到较便宜的市区楼之上 所以在Right Move 里面市区楼的搜寻数量已经超越了house 当中有以两房的Flat是最大需求 所以无论你是资柱还是投资 选两房都是最佳的选择 大家如果有见过一些古灵精怪的奇迹移屋 不妨留言或者PM给我 等我下次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诚实地产仔 下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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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